感谢观看 也是难得一见的佳作 既有创新又有笑点 还有拔高的意味 让观众们回味无穷 虽然在综艺节目里 逗笑社第三期 被很多人称之为风神之作 但其中个人认为 还是有些许的瑕疵 一部分是因为秦潇贤的相声 拉低了相声静眼环节的节目质量 另一部分是因为烧饼的全程黑脸 拉低了整场节目的观看体验 烧饼作为郭德纲的儿徒 烧饼也是德云社基本功 最为扎实的人之一 作为德云社舞队的队长 为德云社输出了大量的人才 对于烧饼的能力 还是非常肯定的 虽然很多师弟的年纪比他大 但是大家打心眼里 真心诚意的尊称他为师哥 因为烧饼确实在业务能力方面 比很多人要强 比如孟贺堂 上九溪 何九华 关九海 刘九思 冯兆阳 张九龄 靖贺兰等人 都是烧饼任队长的 德云老五队培养的人才 烧饼早些年性子急 声音粗 嘴又碎 所以在舞台上很不讨喜 特别是那个又粗又哑的嗓音 劝退了很多人 大部分观众连静下心 听烧饼一场的欲望都没有 更谈不上深入了了解他了 所以烧饼在德云社 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自在2017年 结婚成家以后 烧饼的风格开始沉稳下来 相声的可看性逐渐提升 再加上通过健身提升了颜值 慢慢也积累了不少粉丝 成为娱乐圈综艺舞台上的常客 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以为他是真的成熟了 可是德云斗校舍第三期 让人不禁感到怀疑 烧饼的成熟 是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梦想 他依然是那个 被郭德纲宠坏了的 三十岁孩子 在第一季的德云斗校舍中 烧饼与鑾云平的儿图 爱图之争一直贯穿始终 颇具看点 特别是以此为素材创作的 那段相声 更是被拿到了 风箱舞台上再次表演 甚至被称为 游戏中碰撞出火花的典范 很多人都认为 所谓的儿图与爱图之争 只是烧饼 为了给自己加戏 强行制造的噱头而已 没有人会当真 在第二季 德云斗校舍前两期的节目中 烧饼的表现 虽然没有特别的亮点 但是也算中规中矩 偶尔有挂脸的行为 也挺令人无语 比如说张九南的活 碎得跟纸片一样 还有在平行环节说 你凭什么得两星 但是在第三期节目中 烧饼彻底爆发了 开始全程黑脸 在节目开头 从船上登案的环节 烧饼不拿属于自己的冷板凳 是曹赫阳帮他拿着 烧饼硬往岳云鹏 孟赫棠等人身边凑 岳云鹏拿他杂卦 开玩笑 缓解了尴尬 但是他那句要脸 真的令人惊讶 这不像一个成熟男人 该说的话 完全不考虑 让其他冷板凳队员的感受 在游戏中强行加戏 像小鸡子一样 提溜鑾云瓶和勤骁 还有一定的综艺效果 但是在相声敬眼环节 不坐冷板凳 非要坐地上 再加上全程黑脸就显得过了 每一次镜头切到冷板凳上 都是一群笑脸加一个黑脸 真的很败路人员 作为相声演员 笑点高可以理解 但是在综艺节目中 不需要考虑一下节目效果吗 其他冷板凳队员都能乐开了花 提高节目效果 但烧饼却全程黑脸 德鱼豆笑社说白了 就是一综艺 其主要目的是推广 德云社这个团体 帮助演员们出圈 获取更大的知名度 从而为德云社赚钱 郭德纲对这个节目寄予厚望 投入了巨大的人力 物力和精力 不知道烧饼 是否理解师父的一片苦心 有的人说 烧饼在录制这一期节目期间 家里有事 也有人说他身体情况不好 这些可以作为黑脸的理由吗 岳云鹏演出期间遭遇父亲去世 杨九郎在录制欢乐喜剧人期间 也遭遇父亲去世 但是人家一样高质量完成了工作 这是职业素养 如果认为戏比天大 是对演员的道德绑架 那么个人情况不允许的情况下 完全可以请假 相信郭德纲不会如此不尽人情 非要强行留住烧饼在那儿坐冷板凳 还有的人说 烧饼的黑脸也是一种表演 我无法理解 这么表演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表现他的真性情和情商低吗 所谓表演要么是为了节目效果 要么是为了演员的个人发展 可是烧饼的黑脸式表演 除了收获一堆差评以外 还能得到什么 说白了 烧饼就是被郭德纲宠坏了 仗着儿徒的身份 自以为高人一等 但是儿徒的身份 只代表过去 是一个称谓而已 并不是恃宠而交的护身符 如果烧饼在冷板凳上一直如此 相信郭德纲也不会视而不见 放任他如此任性下去 也希望烧饼能静下心来 好好反思 早日找回心态 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